两个人看起来笑得很开心 看起来这个场合很愉悦 雷蒙多回去以后 两边不是只有美国 中国跟美国话越说越狠 为什么美国要踩到底 因为他知道你经济快完蛋了 你要跟我认输才行啊 所以等于是回去了 打了中国三个八十 今天我们最终的保洁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到了中国访问 也跟中国的总理李强两个人见了面 但没有想到 大家也想 你今天千里就要到那个地方来 你都已经见了面 你要讲见面三分情 两个人见面总是要把双方的这个过节 或者双方没有办法打开的这个僵局 我能够找到一个双方可以共同接受的一个方法 但没有想到中美双方底线都踩得非常硬 而且雷蒙多讲得非常清楚的 我们可以卖你晶片 但是你中国军方要的晶片我不卖 也就是高阶晶片看起来封锁 不会有任何缓和的空间 而且雷蒙多讲得更硬的是 现在美国企业对中国的耐心 正在逐渐消失当中 他有特别想到 中国现在这个反戒的霸 真的把美国人给吓坏了 雷蒙多现在的作为 雷蒙多的说法看得清楚 中国跟美国现在真的是处何看见 现在已经是各走各的阳关道 而在各走各的阳关道的状况下 中国的经济看起来真的遭受到非常大的打击 现在这个时刻 应该是各全世界的工厂 为美国的Christmas的家庭 家庭赶工的时刻 但没有想到 中国的长三角 珠江三角 竟然都冷冷清清 看起来中国的经济真的非常的危险 这经济非常危险 竟然让学生都没有好的宿舍可以住 你现在看到了 这是一个中国的医学院 中国的医学院进去了以后 才发现 怎么这个医学院的宿舍竟然是烂尾楼 而这个学生住在楼上 底下竟然全部都是垃圾 如果你可以想象 中国的医学院 它的品质都这么糟糕 中国医学院的学生 他住的环境都这么样的惨 那整个中国的缩影又是如何呢 雷蒙都到了中国去访问 见到了李强 两个人看起来笑得很开心 看起来这个场合很愉悦 讲说中美双方终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可能 可以把双方的僵局做一些环境 对 就没有想到 雷蒙都回去以后 两边不是只有美国 中国跟美国 话越说越狠 没错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都去访问中国 你看他见的人都见了 你看还见了李强 看他们两个的照片 笑得非常开心 可是问题是 两个人笑完之后呢 互相拔刀互刺 有这么严重 对 那刺到什么程度 你看这个习近平这一次的这个G20 他就已经不去了 甚至现在有传言说 年底的APEC在美国举行 搞不好他也不去 所以 拜登一直想要在G20里面 跟习近平见面 然后就 就习近平不跟你见面了 对 所以那现在拜登就说 我很失望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搞到这样的局面 因为美国跟中国双方 显然他们立场都不愿意改变 所以现在呢 两边已经谈崩了一个状况 你看谈崩到什么程度 这个雷蒙多回去 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 他就直接说了 他说中国经济现在很差 尤其是房地产 房地产现在大概完蛋了 直接讲中国经济很差 他还说什么 美国继续 他们就说 我这次去呢 有很多人跟我说 不要这个对中国继续制裁 他说没有 美国将继续对中国 出售半导致晶片 但不会出售 中国晶片所需要的强大晶片 你的军事需要的门都没有 对 另外还说什么 美国的企业耐心 在逐线消失中 他们应该要有 可以预期的 而且要公平的竞争环境 希望中国能够了解这一点 所以等于是 回去了 打了中国三个发展 而且特别想到 中国的反戒业法 把美国人吓坏了 那联盟多既然这样说 中国的国安部 他也不跟你客气 他在这个微信公众号 就直接讲了 他说美国的对华战略 明显了两个特征 就是老两手 就是接触加二字等等 那目前拜登用什么 竞争加控管 他说 这个新瓶装旧酒 他说没有用啦 但是他也说 更肃杀的手段 恐怕还未寄出 他觉得美国还有更肃杀 所以他说 美国对我们中国之后 我要跟你接触 但接触的目的是 要遏制你 对 所以你知道 双方已经弹崩了 没有什么好讲了 所以我就讲 现在习近平他真的 G20不去 我觉得他APEX 也可能真的不去 但是你说 为什么他要装成这样 因为他现在知道 他现在只有一招 能够让整个 中国经济好转 因为中国经济 现在真的不好 这样美国也是 为什么美国要踩到底 因为他知道 你经济快完蛋了 你要跟我认输才行 但是你知道 这个习近平 显然不可能会 这样接受的一个状况 好 那刚才讲到 现在整个中美双方 已经开始分手了 已经切拔断了 已经各种各的阳关道了 各种各的阳关道的时候 我们就注意到了 这个对中国来讲 没有想到 造成非常致命的打击 现在刚刚讲 这个时间进到了9月 应该去各个工厂 加紧赶工去准备 美国的Christmas的这个假期 可是我们去看到 长三角 珠三角 门客罗雀 没错 那国际媒体 这个日经亚洲的 这个报道里面 他就讲 他说他以一个东莞为例 他说东莞目前为止来说 5到10月是传统的这个旺季 但目前为止 他去采访所有人都跟你讲 今年的旺季 几乎是完全没有旺季 旺季不旺了 对 因为什么 因为他说说 譬如说以7月份来讲 7月份的中国出口 减少了14.5% 所以到底说 7月份开始进入旺季 然后他说 对美国的出口 年比大概降了23% 对欧盟下降了20% 也就是说 对欧洲跟美国 大幅的下滑了一个状况 那我们讲 最惨难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这些画面都告诉你说 目前为止 这个中国的世界工厂所在地 东莞真的是门可罗雀的一个状况 没人了 对 你看 这个在这个长坪产业区这个地方 这个下班时间 照理说 过去一段时间 因为我也去过这个地方 过去上下班时间 这些全部都是人 等公车了啦 或是开车了一大堆 但现在你看 他公车停下来 居然没有人上 没人 没人上这个站 另外除了什么 在这个广东火车站这个地方 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 因为为什么 现在要招农民工的时候 这时候都是高价 你知道过去如果 假设这个一小时十二块 现在十五块 但是现在为止 根本没人 没人 连要招工都没有人 农民工都没人 都没有人来 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缩影 另外什么 你看 以前曾经讲过 在这个时间点 广州火车站 对 连苍蝇都挤不进来 而且那时候 你如果连农民工 你要睡觉都没地方可以睡 你要挤到很多地方去 好那现在 连这个东莞的一个工业区 现在照处都是招边 你看招这个工人 那你看连周边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这个食品街 都没有人 那甚至这是 全部都在招租 对 非常知名的这个鞋厂 到目前为止 他说也都是冷清了一个画面 所以告诉你 世界工厂的东莞 真的完全已经 瓦解了一个状态了 这篇项目最终的 中国现在公布了 它各个省市 各个地方 它的GDP成长的一个比例 可没有想 这个数字出来以后 说人都吓了一跳 在这个倒数第一名 跟第二名 跟台湾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倒数第一名 厦门 第二名 东莞 我们在过去几十年来 中国都是世界的工厂 而这个世界工厂的一个核心 就是东莞 而我们台商聚集最多的地方 除了昆山 就是厦门 就是东莞 可没有想到 这两个台商聚集 非常密切的地方 现在它的GDP成长率 竟然分居 中国的倒数第一名 倒数第二名 下面讲说 如果东莞现在成长率这么高 是不是真的代表了 中国担任世界工厂的这个地位 慢慢视为了呢 特别是东莞是一个台商 港商最多的地方 而如果东莞的整个GDP成长 代表是台商跟港商 已经大举的撤离 当港商跟台商大举的撤离的话 那大家问是 那中国的动力到底还有什么 现在中国已经面临了内忧外患 美国不断地去卡他的资金 卡他所有的技术 现在如果他内部的资金 技术人才也全部外流的话 那对中国来讲 真的是一个百年来 难得非常可怕的可怕遭遇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边的 大方首位的财经专家 黄磯社会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次每一道 电视报都是张胡子佳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赤三美田 杨慧珍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赤三美田 黄卉磯 老杰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赤三美田 张云轩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赤三美田 张云轩 大家好 好 今天这个数字 连你都吓一跳 东莞 中国现在公布 各个省市 各个地方 它的GDP的一个层上 倒数第一名 厦门 第二名 竟然是东莞 我们知道 东莞以前一直是火车头 它一直是 中国非常重要的制造中心 没有想到 这个制造中心 熄火了 王姐 中国过去是世界工厂 世界工厂里面的核心地位 就是在东莞 为什么 因为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 有几个 一个叫做东莞速度 就是东莞的 这个所有开场的速度 都非常非常快 东莞速度 另外还有东莞的标语叫做 大胆市 大胆闯 所以过去一段时间 东莞花了 它过去人口非常少 但是几十年的时间 它在2021年的时候 GDP已经破了 一兆人民币 所以它事实上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 对 那每一年来说 这边是世界工厂来说 大概有一半的工厂都集中在 这个东莞这个地方 结果宝洁 事实上现在世界工厂黯淡的 最直接的民政就是 东莞的GDP 在中国所有的城市里面 倒数第二 它只有赢过厦门 对 但是问题是厦门跟东莞 都是很多外商 台商 港商聚集的地方 也就是说 现在东莞跟厦门 两个人遭遇到 经济下滑的压力 表示世界工厂的帽子 真的是已经 移走了一个情形 好 事实上你曾经讲过 现在厦门 东莞 还有昆山 这三个是台商 非常密集的地方 如果厦门跟东莞的GDP 成长非常低 是不是代表说 台商现在已经 大举的撤离中国了 对 我们先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里面来说 是广东省的 这个几个重要城市里面 你看 GDP增速里面来说 它是最后一名 然后另外除了 它的出口也是衰退最多 所以那前几天的时候 中国有一个经济学家 叫希泽金融研究院的赵健 他说了一件事 他说中美贸易大战之后 只有中国是输家 其他国家是 坐收余庸之力 他说香港 香港的这个好处 被新加坡拿走了 另外一个 中国的这个 所有的世界工厂 都被越南 东南亚 印度 墨西哥 拿走了 中国没有任何好处 美国没有衰退 你看 美国今年的经济成长 还OK 只有中国是输家 所以 显然在这个贸易大战 打到目前为止 中国人也看得非常迅速 大概只有中国是输家 而且我们刚才有一个标题 我觉得写的 非常的一个凄凉 他说 世界工厂当年有多么辉煌 现在就有多么样的凄凉 对 你看 世界工厂 东莞辉煌的时候 把钱要多辉煌吗 有全球四部手机 就有一部是在东莞制造 那全球五部电脑里面 就有一部在东莞制造 全球五件羊毛色里面 就有一件在东莞生产 你就知道 它的生产的这个重镇 是多么 所以东莞以前的产能这么强 对 没错 那你看今年以来 当然非常糟糕 包括说像手机的这个产业来说 相当下滑相当多 你看 2019年东莞的这个手机产量 当地的统计 4.06亿 去年只有1.9亿 掉一半了 掉了一半 那今年预估还会掉更多 那譬如说 以东莞上半年的这个出口的话 是6186亿人民币 较去年减少11% 所以实际上 所有的数字都在下滑 甚至连这个东莞的 他们相关的这个人员就说 东莞一直有世界工厂支撑 但是制造业占的比例很大 然后自由知识产权不足 对外依存度很高 所以产业外迁 订单减少 还有疫情 还有贸易保护主义 搭击 让东莞几乎是完全 停顿掉了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就看到 东莞难道我们之前介绍 是 外面有很多的游民 对 难道你会看到 原来在天桥底下 旁边还有很多搭帐棚的 因为刚才有的是等工作的 有的是被知遣的 不知道该去哪里 如果你现在去东莞看的话 东莞到处都是工厂 是非常非常少 倒了非常多 另外这是什么 中莞的包财 包财公司 你要运输出去 出口的话 你就要用包财 包财目前为止来说 几乎是完全倒闭 所以就告诉你说 东莞的工厂 也太惨了吧 不行了 另外还有一个 非常指标大厂 就是这个杰荣科技 杰荣技术 杰荣技术做什么 它做手机 保护你知道 他们有9000名员工 9000名员工 然后他就说 我们现在没有订单 保护他居然做什么 他就说我们要进行一个 放长假三个月的时间 但是你知道 那真的是放三个月吗 很多人都知道说 他可能不会再运作下去 的一个情形了 所以现在很多的媒体 国际的媒体 也都跑去了东莞了 去东莞 等于说一夜之秋 来看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过去为什么东莞会这么抢 因为它主要有所谓的 三来一捕 这是它首创的一个规则 三来一捕是什么 来料加工 然后来样加工 来建配装 所以它可以非常快速 另外它还可以提供 所谓的补偿 不好意思什么意思 它可以补贴你 所以它过去用这一招 所以让它世界工厂的速度 非常快 但问题是现在 全部都移走了 这是人家去统计的 过去一段时间 你看 他们很多工厂移到什么 移到 伊索比亚 它的鞋厂就移到 伊索比亚去了 然后它的手机 这个所谓手表 移到瑞士去了 另外一个 还有很多公司 移到田纳西 它是做这个自动化工程 全部都移走了 所以就是说现在 外媒去追说 那这些工厂到底跑到哪去 有的跑到伊索比亚 有的跑到瑞士 有的跑到田纳西去 所以就是说 现在世界工厂 是速度非常快的 在往全世界移动 还有很多大量移到 东南亚 移到越南 泰国 一大堆 所以现在整个东莞 可以说是移 最快的速度在崩解之中 难怪中国的经济学家讲说 在中美经济大对抗下 只有中国是输家 其他都得力 因为你把中国的产能 你把中国的经济好处 全部往外送了 对 所以也就是说 因为中美贸易大战 只有中国是输家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国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动作 我们看到昨天晚上 这个俄罗斯跟中国来说 都是非常精心 东坡的一个晚上 中国做 俄罗斯怎样 调高利率13码 他调了13码 为什么 因为他俄罗斯卢布快要爆掉 拽一口气调了13码 你说他的贬值一半了 对 他调了13码 这是历史罕见 另外是什么 另外是中国 罕见的他宣布降息 虽然他们两个国家 都是要救经济 可是问题是 今天的中国股市 照样跌给你看 所以就是说没有用 过去那时候 你只要中国真的降息 隔一天都会大涨 今天还是照样重挫 香港股市也是照样重挫 所以告诉你 中国已经没有办法 再救任何的利多 都完全是打水漂 所以就像经纪人选讲的 现在中国已经穷尽了 所有的金融手段 对 对中国的市场都毫无注意 所以现在中国能做什么事 宝贤那他们结果就盖盘 没有盖盘 没有这件事 他们根据他们六月份 有公布所谓青年人失业 是21.3对不对 就没多久就说 我们要公布了七月八月 不好意思 没有要公布了 我们以后再不公布 他说什么 他的原因是说 因为现在青年年的就业样 它也不一样啊 然后我们统计数字也要优化 所以我们就中国暂停公布 所谓青年人的失业率 所以他告诉你就是 我们不要讲这些东西了 那另外好 那中国还做什么事 他用一个所谓外资投资的24条 要吸引外资 可是问题我跟你讲 现在只有一招 现在我跟大家讲 中国大陆现在要刺激经济 只有一招方法 就是跟美国认输 为什么 因为你跟美国认输 让中美贸易战争结束 你就可以回到过去的 你说解除美国对你的限制 对 那否则没有办法 中国大陆的经济 你做任何的刺激 做任何的动作来说 就是没有办法止住这样一个碟式 可是问题是 习近平有可能认输吗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现在中国注定是一条 往这个冰山撞过去的铁达泥 它会慢慢慢慢的沉没下去 所以你现在看到中国数字 非常可怕是 我的进口 进出口数字全部都衰退 我的这个物价指数也衰退 我的生产指数也下退 然后更可怕的是 现在连美国 美国现在的债券 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投资 也全部都在冲乱 对 对中国更没办法接受是什么 抱歉 所以你知道最近中国不是这个银行 这个所谓银建公司铃环报吗 现在报道一家叫远洋集团 报道这个就非同小可 为什么 因为它过去一段时间恒大啦 或者说这个 这个所谓碧桂 他们本来就已经快要倒闭 大家都知道他们摇摇欲碎 可是远洋集团不是 它是国家企业 国家企业 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叫中远集团 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所谓航运公司 它就是它旗下的一个集团 所以它有国营企业在后面当百股 这几年他还找了中国人收一大堆去投资它 所以照理说他应该不会暴雷 所以他也违约了 结果他居然暴雷 所以知道国企就暴雷 所以告诉你 现在的中国的经济 绝对比我们想象中都还要更差 我认为现在不是最差的时候 只有更差 绝对没有最差 所以你就知道中国的经济 真的面临到空前的压力了 好 回程 我们来到中国这一支房地产里面 一开始是李嘉诚 居然在香港的两个地皮是什么 又打七折来卖 那你说香港打七折卖就算了 他现在连北京的房地产 他也要打九折来卖出 而且刚刚讲 他现在香港的这两个地皮 已经让他获利套利 放了192亿的现金 放到口袋了 是 现在大家都关注到说 李嘉诚在香港打七折这件事情 震惊了真的是 不管是两岸 或者是甚至美国的 Blinburg媒体都大篇谱报道 因为到底李嘉诚看到了什么 现在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 更增加了大家的一个 就是说李嘉诚真的发现了 中国经济的大问题 为什么 连天子脚下的北京 开盘新的房子 竟然也打九折 所以这个人家会觉得说 李嘉诚 我在香港我还可以嚣张一点 我直接打七折 在北京天子脚下 我也打九折 真的也打九折 而且你知道这一块地 大家说是在朝阳区 这块地特别有一个象征意 什么象征意呢 你知道李嘉诚原来早在2001年 那时候就跟北京的政府 用每一平方米 大概1000多块 1700块人民币的方式 盘40万平方米的整个土地 它这一块地是最早在2001年 就已经买到了 可以说是李嘉诚 在北京插旗的第一块地 所以它这么大的 40万平方米的土地 它是分期在卖的 分期去开发的 所以现在开发得到这一期 其实叫做御翠原 御翠原就是这个地方 它在四环跟五环之间 而且旁边有一个什么 北京朝阳站 它不但是有一个地铁站 地铁站就在这旁边 它地铁在旁边 另外 朝阳公园也在它的旁边 我旁边有地铁 我旁边有公园 而且我就在五环之内 而且我旁边还有公路 这么好的地段 这么好的位置 你给我打九折 最重要的是 你知道吗 朝阳公园是亚洲最大的公园 真的假的 真的 可以说是北京的一个中央公园 这个地方是多么好的一个地方 朝阳公园很美丽 很美丽 而且这个是一个指标性 他们可以说是 你比如说在社会上 住的混得还不错的 白领阶级的 然后呢 就是要领高薪的 然后非常有钱的 像我们这种一辈子奋斗了 可以在那边买一户的话 那真的是光宗耀祖 这么样好的地方 结果现在竟然传出打九折 你就心想说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结果他们就想说 从这个动作 尤其他已经是开发到这个已经是整块土地里面 相对后面比较 这就是他卖的 对 这就是他打九折要卖的地方 对 而且你知道吗 他当时前几年 大家一直在关注这个开发案的时候 你知道他多嚣张吗 你知道现在买这个房子 不是说你看看 那只不漂亮 我要来看一下 就去那里面看 不好意思喔 要验姿的 保全哥你知道什么叫验姿吗 什么叫验姿 就是说你要来看我这房子 请先告诉我 你的存款有多少钱 就是不是说 你去老婆走走 要不要给你验姿的 不好意思要验姿 是喔 对 我不是张三李是王二妈是路人家一饼 我说这个厨不错 我要看一看的 不行 不行 你不能把我卡进去 你卡进去 这个马上把我这个整个顶级豪宅的一个价格 都给弄低了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甚至就是要 你进来 光是要登记要看 你就是要验姿的 而且还分喔 如果是一般的 比如说是两人房三人房 资金没有 就没有那么贵的话 那你户头里面至少要两百万人民币 那如果你是要看 比较像是别墅区楼层高一点的话 你也有七百万人民币耶 换句话说 台币要三千万 你才不是要买喔 是进去看 你就要有三千万 所以呢 当时他是用这样子的一个高规格 然后是这样子的一个豪宅在卖的 结果乘几何时 现在给他说 不行你现在 你要看随时都可以 最重要的是还打九折 所以人家 那差很多 对 为什么差那么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可以说是李嘉诚在北京 当时二零零一年 一口气卖的 整个四十万平方米的土地里面 最后一块最重要的地 就是现在竟然用这种方式 所以人家就说 李嘉诚要跑了 李嘉诚连北京的最后一块地 可能都要 建卖要跑了 好 董事长 现在东莞建卖各个地方的 整个GDP的一个成长率 东莞居然倒数第二 厦门居然倒数第一 然后这两个跟台商关系都很密切 东莞这个所谓的变成了 这个等于说成长动力 变得这么惨 对中国来讲 真的是一个可怕的警钟吗 东莞是它的一个 其中一个部分而已的 但其实广东情况也是非常不好 广东也不好 情况不好 因为广东最大的GDP的产值还是哪 还是房地产 对 所以还是地方政府被拖到 一样的问题 所以越好的地方 像广东 像这种 像珠江这一带的 或者说是长江的这一带 上海这一带 都是一样的问题 它是全面性的被房地产 压垮了 被金融压垮了 被出口衰退压垮了 被投资衰退压垮了 这是全面性的问题 它不是说一个地方出问题 对 然后那个穷省更惨嘛 穷省根本就已经倒了嘛 对 就像什么云南呢 云贵川这种 云南贵州这种 根本就不要谈了啦 根本连薪水都发不出来嘛 现在情况是非常不好 所以你没看到 昨天不是有公布吗 对 所有的年轻失业率 现在停止 盖牌 盖牌不告 不公布了 怪招嘛 这不是等于说 这个就是 这就是讨骂嘛 这是讨拍嘛 谁都知道你盖牌 就是你挂的嘛 对不对 哪有这种干法的 所以失业率偏高 我昨天讲过一个概念 因为拜登讲出2% 拜登敢宣布说 你这个国家 GDP变2% 2%开始给你吃饭饭 什么意思 因为你没有6%的话 你活不下来 对 你的6%是你的社会安定度的 最低标准 你知道的 你现在因为是有这个清零 有这个COVID-19 所以你用强压的手段 是 但是这个完了以后 你现在开始很简单 麻烦来了 你到底要不要经济活络嘛 要还是不要 因为你现在讲 如果说你要走 你所谓的专制路线 你用强压的 全部都开始大白 小白一起二干 对 那个是前几年 他这样干法嘛 大家没话讲嘛 认了嘛 对不对 就是全部一起相忍 相忍畏国 这问题现在不是啊 现在是大家过不下去了 对 所以现在问题 另外一个麻烦在哪里 就是还是我讲一个概念 它的消费停止了 然后通缩开始了 对 然后你的出口停止了 对 投资减少了 投资也开始大幅度下滑嘛 美国人不来了 这么简单 美国人跑光光了 对 原来美资是最大的投资 美国现在跑光了 那他现在靠什么 所以他整个他 他不是搞了二十几条吗 二十几条 讲了半天就是 请你们快点来投资 这一条 就是一条 请大家快点来投资 这是一句话 但我来投资的时候 你有反见铁法 谁一直可以把我抓起来 另外就是美国人讲了一句话嘛 请你不要去这个国家 因为他在执法的时候 没有标准 他告诉你 他如果任意执法 混蛋了 你任意执法 我钱来给你弄 然后现在目前的情况 现在当下 我有台商朋友问了 现在领钱领不出来了 现在就领钱领不出来了 现在很多事情都很不方便 他非常 而且还倒茶 税务也是 税监 倒茶 地方也是没有钱怎么办 地方没有钱 他割韭菜要怎么割 他就查你过去 你在台商很多事都出口退税 退税 你都是假退税也有 就开始就是内部的一份 就是整个就是一份 这个肃杀之气 肃杀之气 你的经济就开始完全熄火 好 听会 你过去也常常到了北京 这一块地真的非常好吗 四环 五环 然后有一个昭阳公园 真的非常美丽吗 昭阳公园旁边有一个北京昭阳站 北京昭阳站旁边还有一个昭阳运动中心 昭阳体育中心旁边有一个预算研究室 李嘉诚的房子 结果这个地方要打九折 是过去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吗 对 当然四环 五环这个地方是蛮不错的居住环境 当然到六环就有点远了 不过因为这个地方附近的公园 这个就是昭阳公园 对 旁边这么美丽 是蛮漂亮的 但是问题是李嘉诚 他现在目的不是在脱产吗 要赶快把所有的在中国大陆 在香港的财产脱离之后 能够投资其他地方 不过我们话说回来 你如果说连东莞跟这个厦门 都已经陆陆续续有那么的 那么惨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成长的话 那代表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多的这个台商 或是外资的总部 有可能早就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 那你就不要再讲说其他的卫星城市 你想想看我曾经到那个什么 到泉州到惠安等的地方去看过 那个早就已经是什么 你一看就知道以前曾经是个制协厂 或是曾经是个纺织厂 但是就像是个废墟一样 就像是个鬼城一样 全部都不见了 早就空了 早就空了 那其实那一波来讲的话 是以往内陆 但是以往内陆之后呢 这一波来讲的话 整个又不见 所以刚刚有提到 说如果中国经济要再救回来的话 除非什么 去跟美国磕头 问题是什么 真的只有这一条路了 问题是美国会在相信他吗 不会吗 美国早就不再相信他了 除非什么 你整个中国全部翻盘 全部翻盘叫什么 你共产党要下台了 你整个中国的体制 还有你整个中国的法律 由我美国来订定了 所以就是那个 教长的电文里面写的 至少习近平要下台 也就是现在其实美国政府 你看借由经济手段 其实正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教长电舞 或者是像蔡霞一样 这些逃到美国的 这些所谓的 前共党的党校的一些老师们 或怎么样之类的 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现在美国政府 只是针对习近平 或是针对共产党而来 他不针对整个全中国 但是他要怎么样 过往来讲是用交往政策 现在来讲的话 整个是要把 整个中国的脖子掐死 掐到他是受不了的时候 说我投降 然后我整个全部改变 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